歌手台正肖新专辑完成之后 将拍摄场景的帆布重复再利用 在创客基地拼布创客高手杨丽如老师的创意巧思下 摇身一变成为随身备用的创意帆布包 在搭配一起飞翔创客基地的手作课程 由学员一起为工艺缝制 限量的帆布包也在完成后被抢购一空 台正肖本身他对工艺也都一直很关注 那就跟导演和讨论说 是不是可以怎么样去做一个工艺的活动 那因为导演认识我们基地的手作老师 就是杨丽如老师 那就一起在这边开了一个手作课程 就是利用这一块水洗帆布 MV里面用到的水洗帆布 然后把它变成材料包 那募集就是说手作课程的这些学员 还有包含基地的一些学员 然后利用这块布来一起做工艺 那所有的材料费 衍生的材料费都是捐出去 那帮助小朋友就是一个免费的早餐的经费 近年来户外活动盛行进而带动机能服饰的发展 桃株苗分属一起飞翔创客基地 每个月由专业团队针对市场趋势 推出各类型的主题设计工作营 学员们也用打板开始了解机能服饰的特性 户外活动轻便姐姐我们就是说现在时尚很流行 就是一些口袋衣 那口袋衣它就是说冷的时候可以拿出来穿 那或者是说下小雨的时候它有防风波水的功能 那不需要用到的时候它是有一个收纳的功能 就是收起来变一个小小的小小的像口袋大小这样子 现在还蛮实用的一个商品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我用外销生产板型的方式来跟同学教学 那其实在打外销板它没有什么所谓的圆形啊什么公式 它是用客人规定的尺寸 那可是还是要有一些圆形的概念 就是说你怎么样子用我们身体的立体面去做切剖 那哪一个部分比如说胸围是120公分 那我们画的版型是四分之一 那学员他们就要知道说怎么去分配 目前已经是服装设计师的刘轩彤于诗婷 两人对时装还有表演服装都相当在行 他们也希望透过进修的方式了解机能服饰的特性 并和表演服装融合设计 那以前我们在学校的时候学的是比较时装基本的 对然后它和机能服饰的版型上会有一些细节上的不同 对所以来这边就是加强这一款能力 一般表演服装其实它是不好活动的 对所以我们要怎么把就是像今天学到版型的概念 比较好活动的版型 然后可以套用在表演服装上 就是去做一个整合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现在很多品牌 不管是你们在看到欧美品牌很多 比如像是ZARA也好 HM也好 UNIQLO都好 他们其实都是慢慢走向机能服装 不过大家都出了机能服装 那这次肆病是一个未来 大家在真心恐慌的这个趋势存在 然后我觉得就要多多的增长自己的一些知识 然后是一些技巧 陶珠苗分属一起飞翔创个基地 每个月开办多项课程 像是服装职人养成班 教您从设计到打板制作 专业缝纫机台认证课程等等 邀请各领域专业人士办理行销创业讲座 从各方面提升创客的能力 让更多创客能够透过国家级的资源 整合力量成长茁壮 凯珀新竹官室联采访报道